非常的神奇 被廣告吸引下載到遊戲中 很常都會有種被騙的感覺 那玩法好像就跟廣告不太一樣 來看一下影片好了 你又是遊戲廣告 欸欸欸巧克 這遊戲看起來很好玩 要不要一起來玩玩看 可是你確定這個遊戲 進去就長得這樣嗎 阿倫 大家好 歡迎回到拉低招手 我是李宥 我是小柯 看到剛剛那個前導 大家應該都非常感同身受吧 平常不管是在看影片 或在滑手機的時候 真的很常都會看到 各式各樣的手遊廣告 超多 99%都過不了啊 那什麼拉環 那個塔那什麼 而且重點是 還不能跳過 非常的生氣 被廣告 然後吸引下載到遊戲中 很常都會有種被騙的感覺 那玩法好像都跟廣告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呢 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三款常常會看到的手遊廣告 然後我們實際進遊戲裡面 比對看看 是不是真的差很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連姐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趕快來投稿喔 就是去年 不管到哪都聽得到 也看得到的 Coin Master 雪莉 哇 Jenny 露露霈姆 你剛公主的村莊 我的Call Master 村莊 你大老遠跑來這裡 就因為 我攻擊你的村莊 你大老遠跑來這裡 就因為我攻擊你的村莊 但我還是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他應該會跟 Coin有關 哈哈哈哈 別開 這是Coin 有點像戰棋類的 戰棋類的 然後挖礦之類的那種 挖礦 有礦之類的那種 OK 那我們就實際進遊戲畫面看看囉 這是村莊 現在在修谷村莊 所以這是一個養成 遊戲 養成我的家 我的村莊 那跟Callin有什麼關係 三角 哈哈哈哈 旋轉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 拉霸機 哎唷 哎唷 偷襲什麼意思 你已經偷襲了他的村莊了 喔這樣子才能偷襲別人是不是 嗯對 然後 然後別人會知道我偷襲他 對 然後別人那邊就會說 巧克攻擊了你的村莊 圓小 哈哈哈哈 然後你還可以炫耀這樣子 哈哈哈哈 新建武的村莊這樣子 對 然後就繼續 用拉霸這樣子 這個拉霸遊戲呢 有沒有跟廣告差 有點多 看不出來看不出來 你真的要直接下載 進去你才知道 你還要幹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Callin Master 就是一款以拉霸機777 為原型設計的噴淺遊戲 遊戲中呢 你家有一台可以持續轉動的拉霸機 透過消耗能量來拉動搖桿 並在機器成功連線後 獲得一大堆金幣噴到眼前的畫面 然後接著繼續轉下去 只能說呢 他們的行銷手法真的非常厲害 透過呢 找珍妮佛羅培茲代言 一句 你剛攻擊我的村莊 我也是為此而來的廣告詞 大概30秒的影片就紅面大街小巷 截至2021年4月 該遊戲下等次數已經超過3.5億次 成為英國和德國收益最高的手機遊戲 更問頂2020年全球營收前五的遊戲 只是呢 實際拿廣告畫面跟遊戲畫面來比一比 以廣告受眾的觀點來說 我原本以為這會是個 可以跟朋友連線打來打去的遊戲 可以實際操控斧頭啊 去把別人的村莊打爆之類的 但沒想到真的進入遊戲後 有八成的時間都在拉吧 攻擊呢或是偷欠的部分 就只是點畫面上的叉叉 或是瞄準器 一秒就結束了 然後又開始進入無限的拉吧 這真的跟我期待有蠻大的落差 不過呢 我只能說這個廣告 就成功吸引了我的下載 開始可能以為說進去 然後可以打別人的村莊 欸 拉大器也還不錯玩 然後因此就繼續玩下去 這也是一個蠻棒的廣告手 就先吸引人家進去 然後下載 然後就可以繼續玩 我覺得這部分就見仁見智 那接下來 這一個廣告你一定看過 真的假的 出現了 這該死的塔 他每次人物還不一樣 這已經是我看的第三關 哇 失敗了 失敗了 我還看過 渣男你要打敗他 然後又爬塔 不明其妙 渣男你為什麼爬塔 好 那你猜一看這是什麼遊戲 我真的不知道欸 有介於前面那個 他絕對不是打架了 我覺得完全不能按照邏輯 再思考了好不好 那我們實際進入遊戲畫面來看 我要下載說 誰知道那名字怎麼回事 這個畫面跟剛剛也 差太多了嗎 什麼什麼 灰燼之路 我要打塔了嗎 對 可能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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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畫面喔 為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 這不就是那個嗎 江美羅花果 我的塔呢 有啊 有啊 你現在在打塔 才不是咧 贏了是不是 三點打三點贏 從頭到尾都沒有塔 Hero Wars這款遊戲 其實是魔幻題材的 策略SLG加RPG的卡牌手遊 也可以說它是 在線動作類RPG 主要是以熟悉的英雄收集 養成和裝備鍛造 史詩的劇情關卡戰鬥 為核心玩法 市面上這類的手遊 真的非常多 像是刀塔傳奇 就常備拿來做比較 但神奇的是喔 Hero Wars的營收 卻非常驚人 Sensor Tower的數據就顯示 光是2020年3月到4月 它的營收就達到 2400萬美元 相當於台幣6億7千萬 並成為海外市場 Top5的卡牌手遊 我自己覺得呢 這款手遊能在市場上 殺出成為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透過廣灑式的廣告 剛好呢 打中了這麼一群人 也算是對著時間 找到了對的玩家吧 只是呢 身為被廣告打中的我本人 真的進入遊戲中 我不斷懷疑自己是否宰錯了遊戲 眼看著就是一款抑制遊戲啊 結果實際進到遊戲中 就是不斷的2D戰鬥 而且這個戰鬥喔 你還不需要出什麼力喔 你輕輕鬆鬆點一點 等到祭滿呢 再按個鍵放大招 就結束了 好空虛啊 老實說還真沒什麼快感 而所謂的抑制關卡呢 就真的只佔那麼 0.0000001%吧 也不是只有我有這種感覺喔 看看商店上的各種評論 大家也真的是氣撲撲耶 也有人說呢 雖然玩法跟遊戲廣告差很大 但是呢 其實還不錯 因為它客間的部分少 而且也不用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是一款呢 不錯的英雄放置遊戲 應該是這個廠商對自己的遊戲 非常有信心吧 就是他要先想辦法 把他的受眾吸引進來 你們今天就算是被我騙進來 但你竟然玩了我的遊戲 之後你出不去了 就會有黏著度 沒錯 所以你看其實Hero Wars 它其實算是蠻成功的 2016年上限到現在已經5年了 下載量還是不斷不斷飆高 然後營收也是一直飆高 到現在還看得到他的廣告 可見呢 他們這個方法是奏效了 所以這就是商人的思維 多學學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今天的最後一款遊戲 這一個呢 是我最近在玩一些小品手遊 很常看到的廣告 來跟你分享看看 好 我那時候看都覺得超莫名其妙的 他的每一段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一開始以為是那個什麼 黑到那個成長的遊戲 前陣子裡面有 然後突然就變成僵屍 在打怪 跑一跑之後又變成轉豬 那我們實際進入遊戲畫面看看 這人物的造型是模仿黑寡婦嗎 至少身材蠻有誠意的 剛剛那個洗澡的那個福利畫面 也沒有是不是 好不好等下就會出現類似的東西了 我們要很耐心 你手機等下小心一點 你殼是什麼 諾娃快躲開 要那個了嗎 喔我可以選擇欸 狠心開箱 太狠了吧 我要等我的洗澡畫面 沒有下一關了 剛剛那個光頭的男子呢 那個到什麼神奇粉末 而且他那個廣告喔 他人都是3D的 來這邊就變2D的 對耶 其實呢 霍日喧囂呢 是一款結合了3種玩法的手遊 第一種 消除類玩法 在進行推圖的時候呢 就是透過消除的玩法來攻打喪屍 2 培養角色大招 遊戲中的角色呢 從2星到5星都有 在進行放大招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動畫展示 3 攻城掠地 與城鎮養成 這算是消除類的遊戲比較突破的點了 原本呢 消除類的遊戲 大部分就只有消除 但是呢 在這個遊戲中 除了基本的消除外 還加上了 SLG跟城鎮養成的兩種玩法 雖然呢 在玩法上呢 很多元很用心 但我還是不得不說 這跟廣告完全不一樣啊 我本來看到廣告 還覺得超有趣 期待有那種3D互動的橋段 結果進去全部都是2D 而且呢 打鬥的感覺也偏單調 城鎮養成的部分 我就沒有多加琢磨了 只是呢 不得不說 他們的廣告真的很有創意 一下呢 黑道大叔level飆升 一下高中小妹妹逃跑得好緊張 其實呢 有時候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呢 會覺得 遊戲廠商是不是都把心思拿去做廣告了 等於說滿用心的 花了很多心思在做廣告 而且你知道觀眾會不會什麼東西給吸引 很簡單的遊戲 他就故意把它做的 就你們為什麼不能過關 比如說跟學長去約會 要挑哪一件衣服呢 他一定選最醜的那件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不就這樣做就好了嗎 然後你就會想說 啊我去再再看這個遊戲好了 我來解決你 對我來我來 就讓我來 展現就是不一樣的遊戲 但也許你會發現 欸這個遊戲好像也不錯 或許是可以讓遊戲廠商進步了點 因為如果他遊戲都沒人玩 根本沒人給他反饋 那他透過這種方式去宣傳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 至少大家會去評論上講 講一些缺點嘛 你就可以從中再去研發新的遊戲 而且下載他就可以 擠到那個排行榜門前面 至少他有一個曝光的機會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就雙面刃欸 有些人看到 寬大不實的廣告 還是會滿生氣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 我們分享三款的 廣告遊戲跟實際遊戲的比較 雖然廣告真的差很大 但是 我們得到短暫的快樂 我們被娛樂到了啦 滿開心的 那如果你有看過這種類似 這種很有趣的廣告 也歡迎可以在底下跟我們分享 下次再開箱啊 再做第二集 對 支持一下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很開心 也歡迎 對 ��